《以世傑書》第四十二章 那人帶我通過北門離開聖殿的院子 我門到了外院,來到靠內院北牆的一列房間 這棟樓房入口朝北,牆五十三米,寬二十六米半 其中一棟樓房虎視十米六十厘米寬的內院 另一棟面向外院中石頭鋪的路 這兩棟建築都是三層高,比似相對 在這兩排樓房之間,有一條五米三十厘米寬的通道 貫穿總長為五十三米的整個建築群 所有門都朝北,樓房的上兩層房間每一層都比下一層窄 因為上層的房間前面要預留空間作走廊 由於是三層樓房不像在院子中的建築 那樣有支撐的柱子 因此每上一層比下面一層窄 有一道外牆把樓房與外院隔開 外牆為二十六米半長 靠外這棟樓房本身的長度只有二十六米半 而房間朝聖殿,靠內的那棟樓房長五十三米 洞面有一個入口從外院通向這寫房間 在聖殿南則有兩棟樓房 位於內院正南面,聖殿和外院之間 這寫房間的佈局與北面的房間一樣 在兩棟樓房之間有一條通道 與聖殿北面的結構一樣 這寫樓房的長和寬都與北面的一樣 有同樣的入口和門,尺寸也完全相同 因此,與靠內那棟樓房的門相對的牆上有一個入口 另一個入口在內部通道東面的盡頭 那人又告訴我說 這寫從北面和南面撫陷聖殿的房間是聖結的 向上主獻祭的祭司要在這類吃智聖的祭物 因此寫房間是聖結的 所以他們要用來傳放神聖的祭物 數祭、屬聚祭和屬堅祭 祭司離開聖所的時候不可直接走到外院 他們必須先脫下士風士所穿的衣服 因此寫衣服是聖結的 在進入建築群中 立即向公眾開放的部分之前 他們必須穿上別的衣服 那人量完聖殿的內部之後 就帶我出了東門去量整個殿四周圍的尺寸 他用測量桿量了東面長265米 他用量了北面也長265米 南面也長265米 西面也長265米 因此整個殿區每邊都有長265米 並有圍牆環繞 把聖地與續地分隔開 中文字幕提供 中文字幕提供